半藏森林被解约,和刘洋头像暗藏玄机 网友,这是真爱 刘洋的出轨对象还是阿沁认识的朋友 阿沁在叙述中表示自己一直在为自己和刘洋结婚做准备 甚至已经买好了婚房,就等着刘洋求婚了 而刘洋却背着他出轨了共同的朋友半藏森林 这样的事情相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好友称有人在杭州见到了刘洋和半藏森林一同逛街 安置两人的爱居 还有消息称,两人的公关都是半藏森林的公司所为 而刘洋在和原公司解约之后 打算进入半藏森林的公司,并且为其转居幕后 随即就被人爬出 半藏森林的头像就是截取自刘洋背景图的一脚 而刘洋这张图片则是刘洋和半藏森林一起在首尔的时候拍的 是爱之心可见一斑 而今天,半藏森林处于舆论的压力 也公开表示了在事发之后就已经与半藏森林解约了 等于刘洋和半藏森林都成功适业 并且再难恢复往日自在的网红生涯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两人依然用着情侣头像 以表新意 有网友戏称这是真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